你想要靠美白牙膏 變得跟陶瓷貼片一樣吧 就像你想靠著勤奮工作 然後在台北市鑽到一棟房一樣 沒門啊 哈囉大家好 歡迎收看面白牙醫 時刻多日終於又要和大家來見面了 今天我們要來討論什麼主題呢 就是說 美白牙膏它到底有沒有用 它到底是不是騙人了呢 所以我們今天就要來花一點時間 來好好深入討論這個主題 首先要先跟大家說明一件事情 我並不是說美白牙膏都沒有用 我是說那一家某家廠牌的牙膏 標記不誠實 效果也沒有它講得那麼厲害 簡單來說就是 我不是說在場的都是垃圾 我是指說某一個人是垃圾 美白牙膏到底有沒有用處 我們要知道這一點之前 首先你必須要先了解 我們牙齒為什麼會變化呢 簡單來講 我們牙齒的染色可以分成就是兩種 第一個就是 大分子的外部染色 大分子的外部染色 什麼是大分子的外部染色呢 我簡單畫一張圖在這邊讓大家看一下 這是一個牙齒的側面的剖面圖 因為牙根比較不重要 所以我把牙根畫小一點點 像這樣子 裡面牙齒 因為這是剖面圖 所以你會看到牙齒內側會有這個 神間和血管在的牙水槍 所謂大分子的外部染色 就是你平常吃的食物 它的色素吸附在牙齒的表面上面 像這樣吸附了像豆腐 之類的東西在這個牙齒的外部上面 這樣我們就會說這個東西 就叫大分子的外部染色 就像你喜歡喝茶 就有所謂的茶漬 你喜歡喝咖啡就有所謂的咖啡漬 你喜歡抽菸就有所謂的菸漬 這些就是屬於大分子的外部染色 另外一種我們稱它為小分子的內部染色 這個小分子的內部染色是什麼 來源一樣是你吃的食物 只是它這個食物的色素 它滲透進了牙齒的內側裡面 它不是吸附在表面而已 它還滲透了進去 我們這種就會叫它說 小分子的內部染色 我們形容一個人很壞 我們會說這個人他壞到骨子裡去了 你的牙齒 你形容你牙齒很黃的話 我們就會有說你的牙齒黃到骨子裡去了 黃到骨子裡去就是 你被小分子的內部染色 吸附到裡面去 就叫黃到骨子裡去了 現在你就理解了我們牙齒 有這兩種不同的染色形式 那大分子的外部染色 我們要如何去解決它呢 我們解決它的最佳對策 就是使用物理性的方式去除 物理性的方式去除 對它來說是最有效率的去除方式 物理性的去除方式是什麼 美白牙膏就是其中的一種 美白牙膏簡單來講 就是它的牙膏裡面還有比一般牙膏更粗的研磨顆粒 所以它可以讓你跟一般牙膏比起來 更容易去刷除這些大分子的外部染色 那我當初為什麼要diss那個韓國的美白牙膏呢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它混淆了牙齒美白的方法 它一直強調說它的牙膏裡面含有我們牙科的美白藥劑 也就是過氧化氫在裡面 過氧化氫它確實是我們牙齒美白的一種很重要的工具 它用的方法是使用化學性的方法 把牙齒裡面的色素把它去除掉 大家就會知道它的主要戰場是小分子的內部染色 那你說它處理大分子的外部染色可不可以 當然也可以只是很沒效率而已 你叫過氧化氫它去處理大分子的外部染色 就很像你叫一個小學生去處理高等危機份一樣 它最終是算得出來可能 但可能就是過了大概十幾二十年之後它就會算出來 OK那你說好吧 它不能處理大分子的外部染色 那它總可以處理小分子的內部染色吧 它假如放在牙膏裡面的話 它能不能有處理小分子的內部染色的效果 我要跟你講答案還是不行 為什麼呢 因為熱的東西它要有作用 最重要的是它的濃度和時間 我跟大家舉個比方 我們現在最夯的那種開架商品 美白牙貼就是那個Crystal 這個牌子大家都知道 Crystal的美白牙貼 它最主要的美白藥精濃度 也是這個東西H2O2 它的濃度是多少 它的濃度是5.25% 就是5.25%差不多 它只是你使用的時間 你要貼到牙齒上面大概半個小時 也就是說過氧化氫5.25%半個小時 那我請問你 你的牙膏裡面還有0.1%大概到0.2%的過氧化氫 那你刷的時間應該大部分呢 三分鐘都不到 請問這個會有效果嗎 你不要說你的過氧化氫 你的過氧化氫說不定還剛碰到牙齒 就被你漱口吐掉了 它哪有什麼時間去做它該做的事情 所以你放在牙膏裡面 你想要達到這種化學去清除的效果 很難幾乎沒有啦 所以之前我才會diss它 為什麼我會diss它 就是因為它讓大家混淆了美白兩件事情它的原理 讓大家誤會它好像很厲害的樣子 我之前在診所有拍了一支影片 類似是一種實驗性質 大家可以分辨的出來 是大分子的外部染色跟小分子的內部染色有什麼差別 不同的處理方式對它來說哪一種又是最有效率的 好 我們請切PCR 好 大家可以看到這一杯牙齒 這一杯牙齒裡面 大家會看到有些牙齒特別白 看起來像是假牙一樣 有些牙齒看起來比較黃一點 上面還有一些色斑看起來比較像自然的牙齒 其實這裡面都是真的牙齒 只是有些牙齒泡了比較久 有些牙齒泡的時間比較長 泡了這個東西這個容易是什麼 泡了這個容易其實就是我們平常在擦sumple用的刷用水 它濃度差不多就是3%左右 我們牙齒美白藥劑它的濃度大概是5.25% 你就說它5%就好了 其實濃度差不會差到非常的多 我給大家看這個人是要跟大家說什麼事情 就是跟大家講說美白藥劑也就是過氧化氣 它清除小分子的內部染色是非常有效果的 你會看到牙齒泡了只要泡了夠久 泡了一個月看起來白了跟低可白一樣 但是它對大分子的外部染色 就是你會看到旁邊這顆牙齒 上面有補銀粉的這顆牙齒 上面那些色斑你會看到說你看 它已經泡了這顆牙齒我已經泡了泡給它 大概泡了一個禮拜左右 一個禮拜24小時不斷這樣泡著24x7 大概泡了160個小時左右 你會看到160個小時在3%過氧化氣 所以它的作用之下外部的染色看起來還是那麼的清楚 這就說明了過氧化氣 對這種大分子的外部染色 其實清潔起來是非常非常沒有效率的 就算它濃度高達了3% 它清除的效果 你可以看到7天24小時 清了那麼久都還是只有這種結果 那你可想一知 美白牙膏它標榜說 它有過氧化氣在裡面 它的濃度大概0.1到0.3% 然後我們刷牙才刷那種 有些人可能刷一分鐘都不到 它的效果會怎麼樣 當然不怎麼樣 那所以我說這種大分子的外部染色 是要靠什麼去除效果最好 效率也最高 就是有物理性的方式去除它的效率會最高 美白的牙膏大部分都是它裡面研磨的顆粒比較粗 所以它可以比較有效率的把這些大分子的色素把它刮除掉 刮除掉這個動作的話就是物理性的去除 那我們牙科物理性的去除 就是所謂的噴沙美白 像這種噴除掉的話是最有效率的做法 你假如用過氧化氣去清理這種大分子的外部染色 你會清除的非常辛苦 而且非常有效率 就看你那個碗 就是你剛吃完飯的碗在那裡水泡個老半天 它也不見得會乾淨 你不如抓起來直接用菜瓜補過刷一刷之後 它就會乾淨的一樣 你與其在那裡靠這個東西 用了老半天用了那麼久 你不如直接用噴沙的方式 或者是用棉白牙膏的方式把它去除掉 當然棉白牙膏的話 要去除這種色素染色 當然還是有難的 這種色素的染色有些時候染在一個比較凹陷 或比較你自己清潔不到的死角 牙刷不太可能刷得到 就算用電動牙刷 可能也不是那麼容易清到的地方 還是靠噴沙會最有效果 這部影片就是給大家看說 不管的話其實有它的美白能力 你會看到它的美白能力就是那麼強 但是對大分子的外部染色 它並不是一種最有效率的美白方法 這種狀況的話 你用美白的牙膏 它會比一般的牙膏更有效率去清除它 沒錯 但是你不可能想像說 你要物理性的去除方式 可以把左邊那顆牙齒刷刷刷刷刷了 跟右邊那個一樣 這是不可能的 除非你把牙齒全部都刷到不見了 不然這是不可能的 因為假如目前還像左邊那顆牙齒一樣 假如在外側然後是大分子 還沒有伸到牙齒裡面 你要物理性的去除 不管是用噴沙或是美白牙膏拼命的刷 都有機會就把它去除掉 但你去除掉了 你不會期待說 左邊那顆牙齒 你只要拼命的用美白牙膏 或拼命的噴沙 它都可以變得像右邊的這種一樣白 不要做夢了 你自己的牙齒也不可能跟右邊的一樣白 你右邊那個牙齒是已經泡了大概一個月左右 你自己用美白藥劑 不管你是在整手用眼光美白 聚焦美白 或者是自己用美白牙貼貼 你不可能有辦法把牙齒搞得像那種白 有些人可能辦得到 但是那是基因問題 簡單來講 你不可能用美白牙膏 把左邊的牙齒刷得跟右邊一樣白 原因就是因為我們牙齒染色有兩種 一種是大分子的外部染色 一種是小分子的內部染色 大分子的外部染色才是美白牙膏它的戰場 小分子的內部染色靠的就是過氧化氫 也就是所謂的霜氧水 這個剛好是我們收集牙齒的時候 套在霜氧水中液裡面 可以讓大家看到霜氧水中液 它的厲害之處 但是你還看到大分子的染色 對酸氧水來說 它還是比較棘手而且沒效率 你假如去除怪不染色 你不然還是有噴灑 這種處理效果比較快一點 所以美白牙膏都是在騙人嗎? 當然不是啊 它有它的存在的意義 它有它的主場在 但是商人一定會想要賣你東西 它不見得會跟你解釋得那麼清楚 所以身為聰明的消費者 自己應該要清除一個東西 它的本質是什麼 這樣以後就算商人 它換了包裝 換了代言 重新又推成初心 推出了新的商品出來 你才不會一窩瘋的 像大家一樣 小懶的 Tame My Money 這樣 過去就把它買下來 那你對美白牙膏的正確期待 應該是什麼 你對美白牙膏正確且合理的期待 你可以期待它完成兩件事情 刷除跟拋光 我先擦一下沒辦法 刷除 刷除什麼東西 就像我們剛才講的 大分子的外部染色 你可以趁它在還沒有變成完過之前 趕快把它刷掉 這樣才不會造成它以後 你想刷也刷不掉之類的糾勁 就是它可以刷除大分子的外部染色 避免變成完夠 變成完夠怎麼辦 其實也還好啦 你繼續牙殼做個噴擦美白 也可以噴掉 只是要噴一些錢而已 拋光就是什麼 拋光就是讓你的牙齒表面保持光滑 我們都可以想像的到 就光滑的表面它比較不容易染色 越粗糙的表面色素 越容易吃進去咬進去 所以拋光的作用就是 它讓你的牙齒表面的防晾值可以保持光滑 牙齒保持光滑 這樣子讓色素不容易再吸附上去 也不容易吸收進去 所以綜合這以上兩件事情 你就會知道 美白牙膏它的主場是什麼東西 美白牙膏它最主要的作用是 維持美白效果的時間 維持 美白效果的時間 維持 我們常看到網紅或者藝人 去帶一點美白的牙膏 是美白的牙膏讓牙齒那麼白嗎 當然不是啊 大部分人都是做陶瓷 這些變的牙齒才那麼白啊 它有騙你嗎 它沒有用美白牙膏嗎 我覺得它有可能真的也有用 但並不是美白牙膏讓牙齒那麼白 它用美白牙膏 是為了保養以及維持它美白的效果 接下來你隨便去抓一個人來問問 你年紀輕輕的 是怎麼樣在台北游泳一逗豪宅的 他就跟你講說 唉呀 我跟你講 這非常的簡單 就我一天工作 勤奮的工作 加班 不斷的加班 工作20個小時 然後假日的話 我也不休息 我去做Uber 我去做UberE 不斷的打零工賺錢 就這樣子 連續的過年 我好不容易 賺到了500萬之後 加上爸爸給我的5000萬 我就買到了一棟台北的豪宅 那個爸爸就是陶瓷貼便 他打零工努力賺了錢 就是美白牙膏 這樣大家應該就很了解 這兩個之間的距離和差別 所以大家就會了解到 你想要靠美白牙膏 變得跟陶瓷貼便一樣白 就像你想靠著其分工作 然後在台北市賺到一棟房一樣 沒門 請訂閱按讚分享TVBS新聞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也請下載TVBS新聞APP 隨時掌握 我們的一位大師 我們是另一位大師 我們是另一位大師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